再來我們持續看 在野黨團為了要查幣 成立超私彈調查小組 要行使國會調查權 但是沒想到民進黨百般的阻撓 還說這個會違法違憲 另外大法官被痛批 極力的護航執政黨 憲法法庭恐怕會對國會改革法 實施暫時處分 在野黨破轟就是怕 過去有更多的弊案 被國會查出真相 立法院正式成立調查小組 要查超私彈弊案 當初進口1.5億顆蛋 光是銷毀5800萬顆蛋 就花了5億 一人公司超私還能接溜一訂單 甚至一美公司都能進口 但民進黨瘋狂阻擋查編 調閱都不可以的 我們還要調查小組的違憲 讓會多少人民的名字名高 裡面黑幕蟲草沒有關上郭姐嗎 我們成立個調查小組 回應名利有所不好 讓人民知道真相啊 怎麼會違法違憲呢 檢調在調查中的案件 立法院要停止調查 北檢全部停擺 連相關的人連被告 一個都沒有傳 立法人不該問嗎 立法人不該回應民意 當民意去發聲嗎 那若叫民進黨這樣 把立法人關起來算了 憲法法庭恐怕會對 國會改革法實施暫時處分 開庭時藍軍炮轟 不少大法官急於表態 护好民進黨 甚至還幫賴清德問出這種話 賴總統拒絕受邀到國會 來進行國情報告 貴院不會因為這樣的 採取反制行為呢 尤博祥過去是太陽花 辯護律師 他似乎深怕在一檔會對 賴清德不利 網友調侃 這會現在是民進黨發言人嗎 看看國外的大法官 至少要有15年以上的法官經歷 但台灣的大法官 卻多是律師或律官轉正 難道綠營聯手 黨國會行使調查權 是怕弊案曝光天下大亂 立法官怎麼可以有調查權呢 不可以有的話 那靜電視露線怎麼辦 這影響到民進黨的什麼千秋萬事 超私臭彈才6億而已 人家那個桃園土地開發 隨便就是30億50億 這才6億的彈 你們就跟民進黨計較 我們大法官是從阿薩布魯 那種機名狗道之徒來當的 如今弊案看不到真相 只看到民進黨兇猛阻擋調查小組成立 大法官們進入新火 想要幫綠營擋子彈 民進黨立委除了在立法院大鬧委員會 現在更是撤回了青年基本法 老農津貼 癌症防治法 等一共有二十三個提案 立委廖偉祥無奈的表示說 只能說民進黨不斷的秀下線 沈柏洋上一次說要廢掉質詢權 這一次更是閹割了自己立法的權利 那民進黨完全是無法理性的討論 一切都只會對抗衝突 鞏固自己的權利 民進黨真的是一直不斷的秀他們的下線 真是很無恥到極點 現在直接 前幾天那個沈柏洋還在說什麼 乾脆質詢權也廢掉 這根本是自我嚴格 現在又把立法委員很重要的修法立法 這個重要的職權給直接延割掉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很多的內容 其實包含什麼青年基本法 還有老農津貼 或是國民年金癌症防治等等印花稅 這些都是很民生的法案 憑良心講朝野大家有共識 有什麼問題嗎 大家一起來討論 國民黨支持有什麼問題嗎 你們所以看得出來 他們就是一切就是要強硬的對抗 所以我覺得在賴清德在關心所謂的 他說要呼籲各個政黨回歸理性的 溝通方式來回應國人的共同期待 他完全先打自己的耳光 而且好幾個好響你知道嗎 因為你可以想到這一次的選霸法 是誰先偷開門撞進去 還躲在茶水間裡面對不對 這第一個然後當初在修這個 我們的國會改革的部分 大家照著規矩好好排隊 結果是誰先動手打人 誰先開始爆發衝突 我想這些事情大家歷歷在目 但賴清德看起來只想要鞏固 他們最深層的這個最基本盤的 所以他講這種話 然後來轉移焦點 他們一直在講沒有討論不是民主 結果我過去我們國會改革的步驟都走過 現在到底是誰不給討論 當天大家想要好好的討論 坐下來討論你就封殺 已經連續兩天 所以我認為尤其是過去的這些法案 像這個選霸法修法的部分 當天打架那一天 這個是要審吳秉瑞的案子 那其實這也就自己跳出來 背個自己的案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智商是不是要檢討一下 推陸軍少將桃園市議員于北辰 因為多次發表爭議的言論 遭新黨副發言人 桃園市政顧問尤智斌發起罷免 在10號的時候 尤智斌在臉書上宣布罷免 第一階段已經達標 對此前立委郭正亮 11號就表示 余北辰第一階段本來就會過 這也沒什麼 余北辰到最後要過的機率不高 因為他那個選區非常的大 大概是要8萬多票才可以罷免 這種就是大考驗引發了討論 立法院長韓國瑜 每一次出場就有亮點金句連發 日前朝野協商在討論 電業法修正案 那會中立委張祈凱 他是向民進黨團的總召 柯建民喊話 提到你之前有改革色彩 那時候你頭髮還很多 這個時候韓國瑜突然就插話 表示拜託不要提頭髮 惹得大家一陣哄堂大笑 好那今天很高興 今天包括民進黨也從善如流了 我一直講 我認識的柯總張是一個有改革色彩的 我認識你的時候你頭髮還很多的時候 你不要想請拜託不要提頭髮謝謝 我想大家看起來喜氣洋人 這件事有好消息嗎 恭喜啊明年大家很辛苦 我們感謝大家 感謝大家 大家都覺得二十四年來 我們民意代表的基層 所有的福利行事待遇都沒有調整 特別對村里長 這個長太厲害了 鄉鎮市民代表 有的時候他們說 那為什麼我們沒有 好像感覺跟長有差別 這個單官不帶長 那個放屁都不想 這個長就太厲害了 為什麼長比原厲害 立法委員 縣議員 是原的 鄉鎮長 村里長 縣市長 部長 這個長 你就要負責到底 所以我們感謝村里長 明年大家有一個年終獎金 雖然不多 也是代表全立法院 也反映全國最新的民意 黃主委 深呼吸 勇敢 黃主秘 勇敢講出來 請你再說明 是這樣這是 客人有時候 這樣可以的 也要請 NCC請黃主秘 來 不用客氣 請直接講 通常會啊 我們每一個月啊 我們的三個基礎啊 因為他們有很多人啊 我們每一個月啊 就是我們大概啊 有息息 有息息拼人啊 就是過去的在談 所有的這個 這個無尽性同路 這五大郎放風箏啊 光他們看風箏 那個手在哪裡 你到底答案是什麼 我還是聽不太懂 改故意好了 這個手在誰身上 在五大郎身上 你到底結論是什麼 請表達意見 選罷法修法 疑似要再戰哦 國民黨立委 許宇珍 他日前提出的 選罷法修正案 想要提高 罷免得票數的門檻 遭到了民進黨激烈的反彈 導致內政委員會癱瘓 國民黨團再出招 許宇珍重提新版本 改為著重在連數加研 這跟民眾黨團的主張是相似的 預計今天院會一讀 那根據了解 國民黨團打算在一讀之後 提案禁負二讀 避免再度發生委員會癱瘓事件 所以這個是發生在立法院 內政委員會八號的時候 審議選罷法引發了朝野激烈的攻防 當時立委黃捷在凌晨是帶人開鎖 闖入了會議室 立法院長韓國瑜下令要徹查 那麼黃捷昨天就表示呢 立院的駐衛警被要求要加強管制 拜訪黃捷的客人都要通報 讓他覺得毛骨悚然 黃捷認為這個是國會爭防 政治追殺 要求韓國瑜給個交代 昨天有記者來訪被攔阻 我才知道說原來門口的駐衛警 有被上面下令說下了條子 如果是拜訪黃捷的話必須要通報 請問是誰下令的 韓國瑜院長嗎 又要通報給誰呢 這整件事情非同小可 讓我毛骨悚然 覺得不可思議 這兩天韓國瑜院長已經處處的針對我 大動作的說要調查我 甚至還把我的監視器引向外流 到現在都還沒有給我一個解釋 現在又傳出說要對我進行監控 搞國會針防 搞政治追殺 這件事情韓國瑜院長一定要清楚的 給一個解釋 絕對不能就這麼樣算了 我們來看到桃園地方法院市 三度開申請積壓庭 審理前桃園市長鄭文燦涉灘 審理法官也備受矚目 第三次深壓庭 裁准積壓鄭文燦的法官圖偉俊 司法官學院呢 52期結業 那他被稱為人權法官 同事就評論他是實事求是 不會因為被告的地位 就改變他心中的齒 總統賴清德上任之後 兩岸的論述竟然偷天換日 將兩岸關係是刻意改成了兩國論 那新兩國論推出之後 更是引發了兩岸局勢變得非常的緊張 馬英九基金會的執行長蕭旭成 他今天昨天在一起battle的節目上就坦言 賴清德真的非常的離譜 刻意拿馬前總統來當墊背 就是最近馬總統怎麼看這整段事情 大概跟我一樣 他現在還是每天去馬英九基金會 對對對 那每天上班會不會在那邊睡睡念說 這是太誇張了 他之前發一個臉書 他焦慮到寫臉書自己寫的 他那時候整個是給 其實老實講我們也不希望這樣做 可是實在是因為賴清德太離譜了 所以他很焦慮 一直在推動新兩國論 而且他一直拿馬英九當墊背 對 就是我是說嘛 蔡英文跟賴清德聰明的地方就是 他們做什麼事情都先拉馬英九當墊背 蔡英文說維持現狀 他說維持的是馬英九的現狀 可是他把九二公司給抽掉 那賴清德推兩國互不隸屬 他說馬英九有講過 跟馬英九講的是互不承認主權 互不否認治權 他是偷天換日的用 所以馬前總統應該覺得非常的冤枉 馬總統感覺每次背脊發涼 剛我啥事 背後重見是更多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日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進出推薦的消防力 music